成绩到底有多重要 竟然直接跟学生的性命挂钩 只有学业优异的学霸才能享受生活 学生会被拉去垃圾场销毁 嗨大家好 我是沉迷电影的阿丹娜 今天讲一个只有考试考得好才能活下去的故事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未来世界降丘的是忧生忧郁 孩子已经不是爱情的结晶 而是靠政府发放胚胎 目前接受人工受孕 因为胚胎都是携带最优秀基因的 这样才最大可能的实现优生社会 生下来的孩子呢都统一由母亲带大 从10岁到18岁 这些孩子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资格考试 考试95分以上的可以分到大号宅 成绩不好的就只能住进贫民窟 靠捡垃圾卫生 成绩到不了20分的学渣更失散 会被带去统一进修 说是进修 其实就是集中被销毁 社会不需要这些人的低劣基因 所以培养一名学霸 成了每个母亲的天职也是愿望 毕竟只要孩子考得好 妈妈就能母凭子贵 揍上人生巅峰 一个叫杨娟的女人 是所有妈妈都羡慕的对象 因为她培育出来了一个 全科满份的学霸儿子 阿杰 从此获得了各种优厚的特权 不仅搬进了大豪宅 还得到了代表荣誉的精致徽赏 杨娟凭着儿子的成绩 到处演讲 贩卖心灵鸡汤 给家长们洗脑 她告诉大家 想要孩子考满份 秘诀就是妈妈 全心全意的爱 家长们都以她为榜样 教育自己的孩子 可天佑不似风云 阿杰竟然在一场车祸中 不幸身亡 杨娟只能重新怀孕 培养自己的下一代 若娃 虽然都是政府发放的胚胎 但若娃却与哥哥有着天壤之别 她天生就不是学习的那块料 好时成绩一次比一次差 就像坐滑梯一样 是一路下滑 杨娟想尽了一切办法 帮她整理笔记 招老师全天补课 可若娃的成绩 不见丝毫的气色 这可让杨娟急坏了 她胸口灰上上的灯 因为若娃成绩下滑 开始熄灭 要是全都灭了 她就要像邻居一样 被赶出豪宅 住进鸽子笼 为了激励若娃好好学习 杨娟将若娃带去了贫民窟 给她看学渣家庭 在这个社会的苦苦挣扎 家长们得不到体面的工作 只能捡垃圾 杨娟告诉若娃 如果学习不好 她们的恰常也是这样 本以为若娃受到激励 努力读书 没想到 这让她更加紧张 下一次的考试中 她又刷新了 自己的历史最低分 杨娟胸口的灰上灯 又熄灭一颗 这样下去 她就真的要沦为笑柄了 为了保住自己的体面 杨娟决定对若娃下手 这天上课 原本乖巧的若娃 突然一犯常态 性情大变 她搞起了小动作 对老师更是极度的不尊重 老师批评两句 她就爬上天台要死要活 还好被男同学救了下来 杨娟带她去看医生 若娃被诊断出了多动症 可回到家中 面对母亲 若娃又变回了乖巧可人的模样 一点都看不出多动症的影子 原来这些都是杨娟想出来的主意 只要若娃被诊断出多动症 就可以逃避检验考 本来若娃是挺开心的 身为一个学生 不考试可太爽了 可要让医生下最后的诊断书 她至少得装六个月 为此 母亲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过分 一向乖巧的若娃 实在做不到这么恐怖的事情 只能苦苦哀求母亲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她会好好读书的 杨娟答应了 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如果18岁的鉴定考前六个月 若娃还是没有办法提高成绩 就要继续装成多动症 从那天起 她每天都拼了命的补课 图书馆里 她也是最晚才走的 可有的时候 努力也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若娃的考试成绩 竟然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差 从此一蹶不振 成绩滑破的飞快 杨娟胸前的最后一盏灯也熄灭了 但这也并不是若娃的过错 因为就在考试前些 她从一个怪阿姨那里 知道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 自己的哥哥阿杰并不是车祸似的 而是自杀 阿杰虽然成绩好 但杨娟并不满足 她想掌控儿子的人生 阿杰想当个木工 可木工在这个社会 是下等人的职业 她要求儿子当个医生 为了打消儿子的念头 杨娟把木工工具全都丢掉了 她把自己的私欲强加给儿子 终于让阿杰不堪重负 自杀了 可孩子自杀 目前就没有资格培育下一代 为了让自己还能翻身 她伪造成阿杰出了意外 这才有机会怀上了若娃 可惜若娃的学习不好 她还是保不住自己的荣光 但如果让若娃诊断成夺动症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政府就会认定 她是可残次胚胎 直接拉去销毁 作为补偿 政府会再给杨娟发一颗新的胚胎 只要孩子生了多 还怕里面不出学霸嘛 若娃一时无法相信 这是自己的母亲做出的事 于是回到家中 偷看了胚胎手册 才明白 怪阿姨说的都是真的 受不了打击的若娃 开始跟平民去的人接触 由此进入到了怪阿姨 在这里创建的世外桃源 这里住着的 全是本应该被销毁的孩子们 他们虽然成绩不好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和天赋 孩子们的脸上挂着无忧无虑的笑脸 不用担心考试和死亡的威胁 可若娃找不到自己的天赋 原来两个世界都没有自己的容身之作 想到了心爱的妈妈 若娃还想再赌一次 只要自己考出好成绩 妈妈不用搬出豪宅 那是不是母亲就会满意呢 回到家中 若娃哭着问妈妈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杨娟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道 你爱我吗 她是无条件爱着母亲的 可当晚 若娃就发生了意外 在浴室里一眼化碳中毒 给送去了医院 她情绪崩溃 把妈妈的计划全盘托出 可没人信她 多冬症的事情 有人告诉了医生 若娃哭着在床上嘶吼着 可杨娟只是站在窗外看着 她的眼中有泪水 可那究竟是真惊实感 还是鳄鱼的眼泪 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随后 若娃平静地躺在病床上 她红了眼眶 泪水缓缓地流下 被医生护士推走 若娃被诊断出妄想症 是个残次品 即将要被送去销毁 只要自己假装有病 妈妈就可以继续有新的小孩 过着奢华的生活了 而这是若娃能替母亲 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故事的最后 杨娟又怀孕了 她写了一本书 鼓吹自己的教育方式 那就是要投入全心全意的爱 可这个爱不是给孩子的 而是爱自己 日本作家一板姓太郎 说过一句话 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通过考试 就觉得太可怕了 孩子一旦生下来 似乎就已经被定义了 她是父母的所属物 顺从听话 要按照父母的期望活着 努力读书 考试考高分 那么这就是一个成才的孩子 做不到 父母常常会说的话是 我对你这一点小小的要求 你都做不到 还说爱我 很多时候 小孩子对于父母的爱是真正无私 却不寄回报的 可有的父母对于孩子的爱 却都是有着附加条件的 长子一望 孩子心里就会刻画这种印象 只有学习好了 才值得被爱 只有成才了 妈妈才会喜欢 因为小孩子最怕来自父母的否定 可什么时候开始 成才的定义变得这么狭义 洛娃不努力吗 洛娃不够听话吗 洛娃不够爱自己的妈妈吗 可最后 她还是被制度杀死了 充裁的道路有千万条 洛娃却被逼上了一条绝路 但即使是这样 即使知道母亲并不爱她 她还是选择自己走上那条不归路 选择成全母亲 孩子生来就不是附属品 不是一件个人物品 他们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 但他们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是他们自己 而做人终此一生 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 找到真正的自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